出生到,然後你現在看到什麼? 跟上次的差異在哪裡? 都出來嗎? 看到千千上萬無數的眾生 出生到的眾生 什麼樣的一個形象? 豬啊、雞啊、羊啊、蛇啊 但是有一個是 他的身體是蛇,但是他頭是人頭 哦,身體是 畜生的身體 他頭是人的頭 好,那這有什麼意思嗎? 所以你這次是牛頭馬面直接帶你進來? 有,在旁邊 OK,好 然後呢? 蛇身人頭那個是 一個老阿婆 哦,所以是蛇身 蛇的身體,然後人的頭 是一個老阿婆 好,那他有要 有要指示什麼嗎? 哭得很淒慘 哦,那個阿婆哭得很淒慘 那他可以說話嗎? 嗯 他可以把他的 把他的事情 把他的因果夜報說出來嗎? 嗯 請師傅讓他開口 我們不要讓他上你身 哦 他現在又想上你身嗎? 我覺得到這個地方很冷 很冷哦 那請師傅幫你加持 讓你暖和一點 現在我們好一點 舒服一點 有,比較不會那麼冷 對 好 那個,他有說話了嗎? 有開口說話了嗎? 有開口說話了嗎? 他說他在死的時候 心腸不好 很多 講話很多 嗯 是講話很多 對啊,講話很多 常常講話去傷人 嗯 然後揍人家死了 揍人家不好 嗯 啊心呢? 就是 嘴巴不好 但心呢? 心也不好嗎? 心也不好嗎? 心也不好 就是常常會 然後撐心很重 嗯 就見不得人家好 哦 對啊 嗯 嗯 比較暗斗 就對了 對啊 嗯 還有呢? 然後他說 今天自己的報應 那為什麼他是蛇的身體 然後人的頭 人的頭 這代表什麼意思? 就是不要讓他來講述 哦 所以他講完之後 他就會變成蛇了 對啊 哦 了解 然後大家身體 靈片裡面 就很多蟲在吃他的肉 嗯 嗯 所以他是蛇身 他的靈片裡面 還會有蟲來咬他 對啊 這個我知道 這個那個 在慈貝三妹水菜裡面 有說到 有說到這個 這個 就是 你是蟲 也是會被小蟲吃 對 慈貝三妹水菜裡面 有提到這個 所以他也很不舒服 所以他也很不舒服 對 他身體裡面也是有 輕輕握握的蟲 在吃他的肉 哦 然後他痛苦 痛苦不堪 啊哈 對啊 就是讓他感受他之前講話 去種傷人家 讓人家 不舒服的感覺 還要痛苦千萬倍 哦 好 還有呢 那他有懺悔嗎 這個阿婆有懺悔嗎 這個阿婆有懺悔嗎 他沒有機會可以懺悔 他成為畜生 他沒有辦法懺悔 所以他們出生也是 因為他在世的時候 結太多二元啊 所以死後 沒有人為他做功德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機會可以懺悔 哦 所以我們 我們如果說 親人有幫一些 王魂做功德的話 他們這些 有罪業的王魂 他就可以去做懺悔 不管他在什麼道 是嗎 對 哦 好 那還有呢 我想問一下 現在馬面將軍跟他講 就是把他的遭遇跟今天所受的報應 然後講出來 說出來 會有機會讓他做懺悔 對 我想問一下 好我們現在看到他是蛇的身體嗎 那他就是已經 已經是一隻蛇嗎 在人世間 還是在靈界 在靈界 在靈界 在靈界他是一隻蛇 對 那他要不要來人間變成一條蛇 馬面將軍說那是清萬節以後的事情 哦 所以出生道歸出生道 然後投生在我們人世間的這些動物 又另外的就對了 哦 所以他 好應該佛經都有應該都有說 只是佛經我看的比較少一點 那他這邊要受多久的罪 那他這邊要受多久的罪 他說今天知道這事情的人 仍有機會 和他送死 慈悲上面所唱 以減少他的痛 你是說有機會看到 這一段畫面的人 對 如果願意為他送慈悲三面水燦 對 就可以減輕他的罪 對 是嗎 對 好 那他自己 他像這樣子 呃有這個機緣 然後出來獻身修法的時候 是不是他就有這個機會去做慈悔了 還是還是沒辦法 還是沒有 還是沒辦法 對 哦 哦 所以很多眾生都 會在師父的前面 嗯 求他 嗯 所以每一個眾生都有他的意境對不對 對 然後就是希望 大家都希望說 能有人送慈 慈悲三面水燦的功德 能夠迫向給他們 我想問一下 三面水燦的功德 慈過去 是不是也跟地藏經一樣 六分功德自得 然後一分才有對方 然後我們送的話 如果說要給他們 也是說給十方法界嗎 他們就會收到了 是嗎 好 我來幫助你看 是嗎 我師父說直接送就是 直接回向給出生盜 因為現在看到的就是 直接要救度他們 要幫助他們 直接回向給出生盜 對 好,那像我們平常,因為你也有在送地藏經嘛,這段時間,那我也有在送嘛 那地藏經他們沒有辦法領受嗎? 他們音樂還沒到 所以他們沒辦法領受地藏經的 好,那就請有緣的幫他們送慈悲三美水餐囉 我是前陣子還沒有,就農曆七月之前還沒有送地藏經之前 我是送三美水餐,已經一段時間 那後來就是有人交代要我唸地藏經 我才又開始唸地藏經 然後三美水餐我現在是都暫停 那反正我到時候影片還是會PO上去嘛 那PO上去有緣的,有願意的就可以幫他們做 因為上面有很多人都會去看 我知道蠻多會去看 師父說如果有緣的人送慈慈悲三美水餐回向給他們 除了自身所有的功德 會有這些眾生 生生世世都有機會變成 回向給他們那個人的貴人 那針對這個還有什麼要指示的嗎 還有或者是這個阿婆有要說什麼嗎 那他除了就是說嘴巴比較差一點 然後心裡見不得人好 這樣子的一個重點之外 他本身有沒有造什麼業 我所謂的業就是要行為上的 可以請到來直接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會說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會不會喜歡呢 謝謝